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看到对她吟笑的米勒 觉得害羞 当然米勒也要调戏一下小柔说 已经又轮起来很好吃哦 偶尔小柔的吹风吸不见了 米勒就会很温柔地帮她吹头发 小柔就会觉得很浪漫 还有就是 小柔因为单萌画图削千笔时 一不小心就会削到手指 米勒就会过来帮她把血吸掉 反正口水又没有细菌 小柔也觉得很感动 至于这个吊丝 当然还是一直缠着小柔了 一直让小柔给她一次机会交往看看 可是不管小柔怎么样的拒绝都没用 而这个吊丝呢 还想了一个招式让小柔和她在一起 就是强迫去亲小柔 米勒此时刚好看到这一幕 冲上来霸气地暴揍这个吊丝 然后帅气地救走了小柔 但是吊丝男仍然不放弃 找到小柔说 都是因为米勒从中作梗 绝对不是她自己有问题 于是吊丝又想靠暴力强吻小柔 于是这时米勒又跳出来宣誓主权 并亲吻了小柔 后来小柔和米勒当然一起谈恋爱咯 一起梳头发 一起约会逛街咯 一起睡觉咯 一起玩图书馆 没有人 所以就可以很大方地在这里接吻咯 小柔的大姨妈来 米勒细心温柔地帮她揉肚子 一起幸福地拥抱 但是这一切都被吊丝男偷拍了 她还把偷拍的照片放到了学校的广场 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们的事 于是同学们看到都对他们指指边边 小柔知道后也很伤心 米勒过来耐心地安慰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说点赞关注的朋友 都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迎娶白富美了 你还在等什么呢 他在等什么呢 不用客气 你不懂 这是我 给客人 就是它